欢迎来到远站总览的课程 这一部分我们会带你去了解一下 QC Design 软件中的不同组件的用法 这个软件允许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去设计一个信号流程 以及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音频处理要求 而全部这些都是在一个软件中完成 最后保存成一个文件 可以让你随时的调用和编辑你的音频系统 第一步当然了你肯定要下载和安装这个软件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建议你去 QNC 的网站上去下载最新版本的安装文件压缩包 解开这个安装文件压缩包以后 你会发现有三个安装程序选项 一个是 QC Design 的安装包 以及另外两个管理员工具和 UCI 控制工具 Administrator 工具 已经包含在 QC Design 的软件里面了 但是对于那些只需要在管理员页面里设定管理信息参数 而与音频系统无关的人 他们的电脑里只需要安装 Administrator 这一个软件就够了 UCI 页面也是类似的事情 尽管用户它的设计和使用都是在 QC Design 中完成的 但是某些用户只需要操作和控制功能 而不关心音频处理的流程 那么这一台电脑只需要安装 UCI Viewer 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不理解我刚才所说的也不要紧 等你熟悉了这个软件的用法自然就明白了 到目前为止 QC Design 的软件只能运行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里 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电脑的 Mac 系统 那你就得预装双系统了 可以借助于 Parallels 或者是 Bootcamp 这些工具 总之呢 只要你进入到 Windows 环境下 QC Design 就可以用了 软件安装完了以后呢 双击桌面上的图标就可以打开了 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 会看到软件的布局从左到右呢 划分成了三个区域 其中最中间的叫做 Schematic 我们也把它叫做编辑区 你的全部系统设计 包括添加处理器组件 连线逻辑控制 甚至用户界面等等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左侧的功能板呢 包括了六个子板夹 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 第一个 Inventory 是设备库里面 包含了整个系统中 全部的物理硬件设备的管理 下一个 Schematic Pages 是用来管理你的多个编辑页面 或者快速的在几个页面中来回切换 UCI 用户控制界面 当然就是创建和管理多个用户界面的工具 下一个 Snapshot 可以让你保存和调用预设或者页面快照工具 Named Controls 是和第三方中控系统对接的一个标签管理 最后一个 Inspector 是一个检查器 可以随时检查系统上的语法错误或者逻辑错误 我们后面的课程会把它们一一打开详细介绍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右侧的控制面板 这边有几个不同的紫界面 可以用一些小箭头把它们展开或者折叠起来 最上面的图形工具 也可以把一些图形或者文字添加到设计画面上 中间这个 Schematic Library 包含了系统的全部可用组件 像音频处理 混音和路由等等 这些都是管理你的音频系统必备的东西 下面的 User Library 刚一开始的时候是空白的 但是以后你可以把你常用的一些已经配置过的组件 或者是一组功能模块拖拽到这里 就可以创建一个快捷键了 当你在编辑区内选择任何一个组件的时候 它的属性面板都会出现在右侧的栏目里 你就可以在这边编和配置它的属性了 好了咱们再学习一些软件里的其他专业术语 我之前说过软件中间的编辑区叫 Schematic 侧面板里的任何功能器件你都可以拖拽到这里 这个器件名称为 Components 中文叫做组件 例如我们可以在右面的音频设备库里 把这个 Gain 的组件拖拖到编辑区里 这儿能看到它默认的名字叫 Gain 它的名字是可以任意修改的 点击一下就可以写了 另外在组件左右两侧 你还能看到这种小小的圆形标记 我们管它叫真角 真角代表的是这个组件的输入和输出 你可以用这些真角把这个组件和其他组件连接起来 组件左边的真角是音频信号的输入方向 而右边则是信号的离开方向 也就是说音频流失从左到右的 要注意这些真角的形状有许多不同的形状 只有形状长得一样的 才属于同一种类型才可以互相连接 现在看到是圆形的代表的是音频信号 如果你想让编辑区面积大一点 可以点击侧面板这个小的箭头 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 或者就用鼠标拉着中间这条线来回拖动 调整编辑区的大小 针对编辑区你还可以按住Ctrl键 然后转动鼠标的转轮来调整它的大小 你要是同时按住Ctrl和Shape的键再转动鼠轮呢 那么左中右三个板面和整体的设计图都跟着缩画了 你可以用鼠标拖着组件在编辑区内任意位置拖动 一般来说呢 版面的排列整齐肯定看起来赏息悦目 但是在Q-Sys Design的软件里 并没有页面编辑用的那种网格 而是采用了参考排线的技术 让你编辑画面让它们看起来比较整齐 我们现在再抓一个播放器进来演示一下 你抓着它在附近停顿的话呢 它就会弹出一个红色的水平参考线 放在上面呢它会弹出垂直参考线 如果你把它们的边缘在靠近点呢 会出现绿色的小叉子 表示这里刚好是交叉点 如果你有一些页面设计呢 需要把两个组件重叠摆放的时候呢 那就出现了一个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 这时候你可以点击右键选择 Order这个字菜单去调整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例子呢 你可以把选中的对象发送到前面或者是后面 如果你同时选中多个目标组件呢 还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上下对齐左右对齐 或者上下排列左右排列 总之呢利用这些编辑工具 可以快速的排列桌面上的器件 让它们看起来整齐漂亮 这儿还有一个使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 如果你熟悉AutoCAD操作习惯的 那就简单了 如果你不太懂呢 嘿嘿 那现在你就学吧 如果你用光标选择是从左往右拉 那么这个蓝色的矿图呢 必须完全覆盖整个区域才算被选中 你看现在呢 右面这个Gain就没有被完全框住 所以它就没有被选中 但如果你的光标是从右向左拉动呢 那么被这个绿色虚线粘上边的就算被选中了 不需要全部覆盖 怎么样看出区别了吗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组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选中一个组件呢 可以在右边的属性面板里配置一些参数 在这呢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编辑 比如说修改它的颜色啊挪动位置什么的 其实不仅是这些 你还可以重新定制这个组件的输入和输出通道的数量 当然是不是具备这种属性功能 主要还取决于这个组件本身的情况 按照你的强化把组件配置以后呢 剩下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控制面板 双击这个组件就能看见它的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里的每一个部分呢 都是和这个组件在整个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 在控制面板里边的每一个部件呢 我们称之为控制 可是现在不管它怎么按它好像都控制不了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是你的Q-SYS Designer软件 现在工作在哪一种模式下面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是在设计模式下的 这时候你的系统还没有搭建完呢 这种模式下呢 我们可以任意挪动组件的位置 可以给它们连线配置属性等等 就像我们刚才做的那样 但是这种模式下呢系统不会有任何的音频信号可以让你控制的 就像你现在要检查家里面的自来水管 如果你把水龙头拆下来了 那你肯定不能让水管里有水啊 一定的先把水闸关上 一旦处理器开始工作了 你就不能再挪动那些组件位置了 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那些连线和调整它们的属性了 要想让音频处理器开始处理音频信号呢 我们需要先把保存好的音频信号呢 传递到Core主机上去 进入到运行模式下 要实现这一步呢 可以到文件菜单的目录下呢 选择Save to Core and Run 或者简单点击一下F5就可以了 可是不行啊 我的电脑还没有连接到网络里面 看不到Core 通常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软件上做设计 其实不一定非得需要Core主机 这时候我们还有第三种模式 称为仿真模式 进入到仿真模式呢 可以在文件菜单里呢 选择Emulate 或者使用快捷键F6 在这种模式下 你就可以进入到组件的控制面板里 去调节那些控制器件 你甚至还可以访问Administrator 也就是管理员页面 我们以后会专门介绍它 在Level1的培训里面呢 你可以经常使用这个仿真模式进行学习 除非你手头确实有一台真的Core主机让你玩 在仿真模式下 你可以控制绝大多数的控卷 但不是所有的 例如在音频播放器里面 你不能按这个播放键 真的把声音播放出来 因为那个确实需要台真正的Core主机才行 但是你可以调节这些音量按钮 旋钮什么的 在把程序上传到主机之前呢 你可能尽量多的调整它们 给你的实际使用呢 做好准备 现在呢 我们就要建议你最好记住三个快捷键 F5是连接到Core主机上 并上传文件到运行模式 F6是进入到仿真模式 如果你手头没有Core的话 F7呢 就是从前面的两个模式向断开连接 回到编辑模式上 区分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看右边的控制面板 是不是还存在 它只有在编辑模式下才能看得到 如果你发现右边的控制面板不见了 那就说明你已经在仿真模式下 或者已经连接到Core上面了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在软件设计呢 或者在控制组件的时候 发现不是不可编辑 就是不受控 那基本上就是运行模式搞错了 好了 基本上我们已经通篇介绍了整个软件的使用情况 在下一个章节里呢 我们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 而且要真正的连接到Core上面上来运行 下次见